字幕秀 字幕秀 從這個版本 我們可以再把它改成電腦反過來 我們現在如果想要讓 讓你去猜電腦的數字的話 怎麼做 就是電腦那邊有個答案 然後你去猜 然後電腦會跟你講幾A幾B 然後看你多久可以猜對 那這邊的做法當然是可以 有簡單的做法就是 我就讓電腦有一個數字 先亂數產生一個數字在那邊 然後依照答案去對照 看看是幾A幾B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比較 比較卑鄙的手法就是這樣 就是我希望電腦呢 永遠給最差的答案 做法就是 他其實一開始呢完全不設想任何的答案 你隨便猜呢他就是先去 試所有可能的幾A幾B 然後呢每一種結果 都會把那個solution縮小 那有的會說得很多有的說得很少 他就挑那個說得很少的那個 當做他要給你的回應 所以他就可能給你0A1B 然後你就完全沒什麼 就只有一點點線索可以讓你繼續下去 然後你就猜另外一個答案之後 他又一樣就是把所有可能的幾A幾B 又試過之後 看看哪一種呢 這個solution的大小 會說得最少 就是還是保持非常大 那再給你那樣的回應 所以最後你就會發現 你必須要 猜很多很多次才猜得對 因為他會一直隨著你的 你猜的答案去改變他的正確答案 那這是我們要來幫電腦做的事情 所以 剛才這些東西應該都還用得到 就是電腦會先產生所有可能的答案 然後呢在 開始進行的時候呢 他就等著讓使用者輸入東西 然後 然後 他依照那個輸入的那個 當作Gas 去試過所有的 A B的組合 那我們現在這個版本的程式來改的話 應該會像這樣 前面這裡應該不用動對不對 Solution都產生了 這個Random這裡就不需要了 我們現在不再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是要讓你們來猜 因為是要讓你們來猜 然後 所以我們需要 使用者輸入的 一個 Gas 這個是 Stream 然後 存起來 存起來之後我們要 我們要照剛才的那個策略 所以就是我現在要試過所有的幾A幾B的情況 我把各種可能的情況都試過一遍 看看 怎麼樣回答呢 是 對這個玩家最不利的 所以我們就 這邊就是 4 I A A等於0 然後 A小於等於4 然後 加加A 然後再來就是4 這個 這個 B等於0 然後B呢 要小於等於什麼 因為B跟A加起來不會是超過4 所以這邊其實是4-A就好 然後B 這樣子 我們把所有可能的A跟B的狀況都把它產生過一遍 那 在進行這個之前呢 所以 每次在試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要 就要把這個 Solutions 先 先複製一份 所以這個我們就 這邊 Local的地方呢 放一個 Stream 它的複製版本 然後 是丟這個Solutions 所以這邊也是很暴力的 就 直接把整個Vector裡面的所有東西 可以 放一份 Temp這個備份 這樣 那 再來就是拿這個Temp來跑 所以我們 會 用這一段程式 只是這邊改成Temp而已 是一個臨時的這個 The Solution的版本 然後再來呢 再來要做什麼事情 再來就是它會篩選 篩選這邊應該沒有影響對不對 我覺得依照目前給的A跟B去篩 目前的A跟B 我就會依照它去篩選 那這裡是Solutions 就要給Temp Temp 然後這邊是Temp 這樣就調整完了 所以我就把 Temp呢 是Solutions目前的一個複製版本 然後 我把這個A跟B呢 依照各種可能的A跟B 試一下 然後Temp就會被砍掉 砍掉之後我就看一下 這個 如果說 Temp的Size 我希望它的Size 是越大越好 我希望這個Size 可以越大越好 越大越大 代表那樣的A跟B的狀態 是對你最不利 那我們就要有另外一個 東西 是目前最好的 所以我這邊一樣 是Vector String 然後這是Best Solution 是一個空的 因為一開始我並不知道什麼是Best 那我這裡就是 拿這個 它的Size 如果說比這個 Best Solution 的Size 還大的話 代表說我現在有更好的答案 就是我要拿 Best Solution 等於Temp 我就把它更新一下 所以Best Solution 永遠會是那個Size 最大的 一開始是0 然後就變 用第一個Temp 然後 如果說後面又有人 經過這樣的 過濾完之後呢 然後它的那個 縮減的比較少 所以它的整個Size 還是很大的話 我就會取代掉 變成是目前最好的這個 新的Best 那不斷地這樣做 到最後呢 這個四個 雙層回圈 A跟B都試完之後呢 你得到的那個Best Solution 就會是 最好的可能 那我們當然還是要必須 把這個 Best A B B 把它記起來 這兩個資訊要記起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記下來 Best A 等於 當時的A B B 等於當時的B 等於最好的那一組B 那 有了這個Best A跟B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呢 跟 使用者講 你的 答案是 多少個 A 然後 多少個 B 這邊應該用Best Best A B B 然後我們同時要把這個 Solutions呢 再把它用Best Solution把它蓋掉 就是 我們就 找到最好的那一個 那找到最好的那一個 我就把它取代掉 把這個Solutions 把它取代成這個 Best Solution 那下一次再做的時候就會是從這個 又是從這個Solutions開始 然後 有這個 試了所有的TAM 然後 找到最好的A跟B 然後再把它修出來 那這邊應該改成EU就好了 這是因為要讓使用者拆 所以我們可以試試看 有沒有問題 不過 怕它跑不完是不是 沒關係 我們就真的來拆好了 所以我們要給它一個數字 是不是 它心中不知道想什麼 電腦心中 腦中在想什麼 可能是1234好了 1234才拆 沒有換行 看看看 等一下 在哪邊 所以1234 0A1B 所以它果然給這個最差的答案 因為0A1B的話 其實 不知道到底是哪 1234是哪一個 而且它的位置都錯 所以你在猜 5678 0A2B 所以咧 所以咧 所以是1290 好像不是很好的策略 所以也是0A2B 然後 再來呢 然後就 3478 0A1B 所以總是很差的答案 那 再來還有什麼 132個裡面要挑一個 12個 看起來是有1嗎 沒有1 有 1357 這好像也不是好單 41個 然後 7256 7256 有沒有 連2B 怎麼到目前為止都沒看到 12個 12個 繼續下去就會 繼續下去就會 多少 這個這樣太少了 剩下3個 9401喔 9453喔 完全沒有講 不在solution裡面的 這邊已經太多 大家都忘記前面到底出現什麼 所以為了應付這個狀況呢 為了應付這個狀況 狀況 所以我 事先已經 寫好了 然後這個是什麼 Web Code C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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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GAS 然後呢 這邊是 所以就讓他自己互相打 他猜 他猜5642 所以這邊就是猜5642 然後就是 0A1B 所以這邊就是 0A1B 然後他猜7850 所以這邊就猜 785 那是0A1B 2918 2918 0A2B 9384 9384 9384 0A1B 0A1B 0123 0123 有剩下3個答案而已 0123是什麼 0A1B 0A1B 所以他猜1796 他也知道剩下3個答案 1796 2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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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1 剩下2個這樣還猜不對 所以6791 1A3B 我猜對了 剩下1769就是答案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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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2B 3B 3B 8B 4B 剛才 縱使你最後只剩下兩個可以選的時候 你選一個 他的答案就會是另外一個 所以還是 遇到這種情況 你還是必須再多猜一次這樣子 所以這是1769 終於答對了 那 所以我剛剛寫的過程 其實我是 我是直接在man裡面寫 就是 因為我要一步一步 讓你看一下說 怎麼是怎麼建構起來的 就是從一開始的這個想法 到慢慢的這個 把這些判斷條件加進去 然後你如果回去看講義的話呢 講義上面 有那個把它包成KS版本 雖然說主要的內容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回去看一下是 就是不管是電腦拆你的 或是你拆電腦的 都已經把它變成是一個KS 那裡面會有一些 是類似的 所以你要去 互交那些 KS的Member function 可以去幫你 幫你把那個Solution的空間 把它篩選掉 然後就越來越小 所以這是 你從 你從這個 一開始在這邊自己測試的版本 因為 這個方便你 過程中 你可以把那些 目前已經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 做得對不對 可以稍微 很快的這樣檢驗一下 那你最後可以再把它 包裝一下 然後 code重新修改一下 讓它變得更簡潔一點 然後 變成一個KS 這樣的話 到你的Main裡面 可能就很乾淨的 就 產生那個 一個option 然後就呼叫一下 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今天 介紹的 這個 猜數字的例子 那裡面用到的 像這些東西的話 你如果想要看一下 裡面還有哪些 function 就可以去看這些 這些reference 然後 熟悉這個 熟悉這個Lumber function的話 應該是蠻有用的 那 最後 下課前 我們看一下 上禮拜 有一些東西沒有講完 沒有講清楚 講義已經有更新過了 就是 如果你去看上禮拜的講義的話 在最後面的 Move assignment 跟Move constructor 我加了幾段 畫來描述 所以在這邊 這些文字描述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因為 上禮拜這邊沒有講得很 很詳細 就是 什麼樣的東西 是 RValue 然後什麼樣是 RValue Reference 就是為什麼會有兩個 reference出現 那 這個就是在 我 我更新過的講義裡面有講 主要就是 當你遇到這種 放在 只能放在等號 右邊的東西 不能放在等號 左邊的東西 那種的話呢 如果你有寫Move assignment的話 它就會 套用那個Move assignment 那個 對應的那個方法去做處理 以這裡的例子來說的話 像這樣子 W 一個 某個你自己訂的開來 是W 裡面 你要讓它的值 等於234 那234這個東西 是在這裡 就是臨時產生的 然後 這個等號做完之後 它就不見了 你不能把234 刮號這個東西 放在等號的左邊 你不能把值給它 所以 這個234就是一個 RValue 然後 你遇到這樣的等式呢 右邊是RValue 的東西出現的時候 像234這樣的東西 出現的時候 代表說 這個234你可以拿來亂用 那 在這Move的這種 操作底下就是 你會直接把它的 它 臨時產生的東西 直接把它偷過來 就變成W的內容 那 那個就是Move assignment 在做的事情 那 為什麼它知道這樣 因為你有實做出 Move assignment 這個等號的 operator 然後 這邊 就發生了這種 RValue的 情況 所以 因為它的參數就是RValue 所以我們就可以 用Move assignment 去做這邊的事情 那 好處是 它會比一般的 這個Copy assignment 會少一兩個動作 你不會有 浪費說 產生一個臨時的東西 然後 後來就把它丟掉不用 因為它會直接 被這個等號的 左邊的東西 接收過去 那 你如果想要 看的話呢 它這邊有一句話 就是 應該開 開 看一下 C++的作者 它的原本 原本的說法 印錯地方 等一下 我要把 這個 PDF 產生出來 所以 印刷 印刷到 Adobe 所以這句話 講的是什麼 所以你知道 理解 它這句話的話 應該對於這個 Move assignment 跟RValue RValue 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這邊 Quartz 它的畫是這樣的 他說 這個 RValue 就是一個 reference something that nobody else can assign to 那因為 RValue 不會放在等號左邊 所以 你不用擔心說 會有人把東西放進去 那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的值 拿來任意的用 這個是從書裡面引出來的 那 你們只要看一下 這邊的文字敘述 然後 對照一下範例 尤其是你要看一下 那兩個 Move的寫法 一個是Move assignment 這樣的 兩個 這個 reference 跟這個 Move constructor的寫法 那 這個寫法的話 應該是可以適用到 你自己 要去訂別的class 大致上 都會是 用這樣的方式在寫 所以你只要會寫一次的話 之後 你要寫別的時候 你就參考一下 之前的寫法 然後就知道說 你要怎麼樣寫出這個Move assignment 或Move constructor 那這也是一樣 就大家回去再多做練習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